現在這個空間 順著走到架高的一個高度上來之後 它的利用方式其實也很多了 這個多功能的空間 是 這個地方我們當成多功能房 就是說它的一個面這個走道處 我們是把它當成一個起居空間 起居空間 對 那如果說偶爾有人有親朋好友來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就是說這個休閒沙發 把它攤開來變成一個這個沙發床 一般來講我們在居家設計的時候 會有很普通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家如果有這個神龕 或者是這個祖先牌位 到底要怎麼樣來融入我們的設計當中 它這個格局 我們在這個長條形的一個多功能房 我們把前面採光面 隔一個菩薩房出來 是 那這個菩薩房 我們透過這個水紋玻璃的一個格間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它在推拿之間 它能夠在視覺上產生一個通透感 通透感 不阻斷那個採光的一個功能 OK 當然我想你可能在上香的時候 有一些菸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做一個阻隔 那順帶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多功能起居室 它的位置就是位在客廳電視主牆的正後方 是 所以電視主牆後方 我們要請陳設計師介紹一下 對 電視主牆 因為現在的電視越來越大 尤其是說那種薄型電視 所以說客廳的電視牆掛上電視之後 那後面的空間可能就會浪費掉 那我們利用這個櫃底的一個交錯的一個利用 我們把後面這個部分給多功能房來利用 也就是說正面我們是當這個電視主牆 那它的背面可以讓多功能房當成這個收納 或是成立展示中的功能 展示的部分 我知道這個空間其實只有留了一點點薄薄的給電視 後方就可以做展示空間了 沒錯沒錯 這邊聽說推開也可以放東西對不對 對這一整排都是屬於收納的功能 對 所以我這樣講 你這個空間還兼儲償式 對兼儲償收納的功能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走道到底分左右兩邊 那這邊分別是兩個獨立的大房間 其實這邊有一個物主生活上的需求 也是我幸福空間做這麼久以來第一次聽到 這個需求還滿特殊的 要請陳設立師分享給我們 是 我們這個設計案它最大的不同是 它男主人跟女主人是各有一間這個主卧室 OK 是算分房對不對 是 它是雙主卧的設計 雙主卧 對 因為他們長期住在國外 那本身的一個個性生活上滿獨立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設計的思考 變成要讓它在獨立 跟這個平常的一個視覺上的一個 聯繫 對 生活的聯繫上 必須要去做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在這個 它的一個主卧的浴室 做了一個雙動線的設計 主卧浴室在 在這一邊 我身後這邊嗎 是 是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我這個門推開之後 看到這個視線望過去 那邊就是男生任務房 那邊是男主卧室 是 OK 好 問一下這個浴室 動線設計非常地有趣 這個 我們是 這兩個主卧室 我們藉由主浴室 來做一個連結 那它有兩邊的一個門片 可以做開啟跟關上 對 那平常來講的話 在使用上 他們是可以獨立使用 都可以鎖扣扣上 它的主浴室的光線採光很好 那如果說平常沒有在用浴室把它打開 事實上它可以當一個動線的連結 動線的連結 我覺得最好的是它整個空氣的流通 也是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是 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女生 就是女主人主卧室的設計好了 它的色系看起來就是比較柔 比較女性化的一個設計 女主人就是說 她是一個很有氣質的一個女性 那所以說我們在這個整個設計的思考 希望說在整個設計的氛圍 讓它帶一點比較柔性化 然後帶一點時尚感的元素 所以我們在床頭 做一個菱格狀的一個分布 讓它當成一個主視覺 然後周邊浮以這個 就是說豆沙的一個橘色的一個烤漆玻璃 那這樣形成視覺上一個反差 那在視覺上就有一個相對的焦點 陳設計師你說更衣室是藏在這個電視主牆後方 電視主牆後方 是它的層 好感動 每次數字幕包装進行 新闻 新闻